甜蜜食品 注意 片尾绘制放本影片的介绍总结中英文版 因影片长度限制 请顾客自行暂停或截图观看 感谢您的收看 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呢 什么是肤脂及无肤脂的定义 还有美国与台湾这边的差异 然后如何使用guten free这个词 还有谁呢会去吃无肤脂的产品 及为什么要吃无肤脂食品 肤脂是什么呢 肤脂就是一种蛋白质 那就是学名是骨胶蛋白 那它的署名呢就是面筋 那它存在于小麦、大麦、黑麦、古物的蛋白质中 主要是由臀膿蛋白及骨蛋白组成 那它可以赋予面团的具有弹性及粘性 那所谓无肤脂的guten free呢 它的意思就是呢 就是不包含肤脂的骨类制品 那像说我们的稻米 那还有我们的玉米 马铃薯 艺人跟豆类的食品 即蔬果类啊或者肉类、海鲜类的蛋制品及骨制品 这些都是不含肤脂的 那以美国那个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公布的定义来说 那它可以允许是食品中不可避免存在肤脂含量不得超过20ppm 且不含任何形式的小麦、黑麦、大麦或其他穀物的杂种成分 任何形式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您的加工制程是用挤压或者是膨发 或者是说用干燥或者是冷干燥的形式 无论任何形式里面只要含有小麦、大麦或者是黑麦的成分的话 都不得含有这种的穀物类的成分 或者是从这些穀物中取得未经加工去除的Gluton-free的成分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您从我们的小麦、黑麦跟大麦里面 把Gluton就是所谓的骨胶蛋白去除之后的制品 那它是可以作为Gluton-free的 台湾这边的相关规定呢进入在于 食品过敏源标示规定问答集中有提到 那还有孤子的穀物包含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等等的 那唯有产品中还有其他国际上任属为含肤脂之穀物 虽未劣举但是还是应该标示其过敏源的资讯 但是由穀物类制成的葡萄糖浆也就是转化糖浆 还有麦芽糊金及酒精就不在这规范里面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燕麦是属于肤脂的产品 因为它在工程端在制成的时候可能会混杂 小麦、黑麦等等的其他卖股物 然后作为一起生产 所以它有可能会残留于燕麦的制成上 所以它目前在国外来说的话还是属于肤脂的食品 那接下来呢是要如何使用Gluten-free的义词 使用Gluten-free义词呢主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一定要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 也就是品牌的立场 然后去定义说什么叫做无肤脂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使用无肤脂的成分 像刚刚有提到的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 或者是穀物类或者是稻泥 以及像是肉饰品、卤制品或者是海鲜类、蔬果类 这都是一些无肤脂的产品去做加工制成 第三个就是降低在制造过程中肤脂的污染 像刚刚有举例到的燕麦的部分 那燕麦的部分呢可能是在加工过程中混杂了其他麦种的穀物进行加工 所以它有可能会被归列在 酷脂的产品食品里面 所以呢在制造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降低 酷脂的污染源 那打造无肤脂的饮食的话呢 可以从海鲜脂的食品中做改变 那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可以像说我们 面粉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玉米淀粉 或者是一些马铃薯淀粉来做取代 或者一些修饰的素薯淀粉 还有我们的一些胶体像三鲜胶啊 或者是其他的胶体类的 或者是说我们的纤维大豆纤维来做一个取代的动作 然后赋予我们的面团呢具有弹性及粘性 那现在消费者就会有一个迷思 为什么我们要吃那个Gluten Free的一个食品 那对于Gluten Free来说的话就像是我们 会有乳制品的一个过敏一样 会造成一些部分消费者的乳迷屑的症状 以及欧美无肤脂饮食的风潮 然后导致各单位呢投入我们的Gluten Free的一个市场 那对台湾而言呢其实最主要的主食来自于稻米 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极力的把稻米来导入到 我们一些Gluten Free的盘品中 那像说米蛋糕啊米面包啊等等的一些无肤脂的食品 提供给台湾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大家都疑问说肤脂过敏的消费者才能吃无肤脂食品吗? 其实并不是均衡饮食多运动才是重点 然后我们偏好哪一个饮食习惯呢是不好的 而且呢无肤脂食品它可以复补肤脂食品的一些缺肉的营养素 那我们也可以在加工食品过程中的添加额外的营养素进去 然后使得无肤脂的食品呢更加的营养 所以大众消费者都能使用无肤脂食品 那我们要怎么吃无肤脂食品 通常无肤脂食品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很干 就是非常的脆或者是比较难以咀嚼 在国外来讲那现在会搭配果酱或者是奶油 然后稍微微炒一下 然后让油进入到我们无肤脂的面包里面 或者是蛋糕里面 然后让它会更松软然后更适口性 米食文化呢是东方人的传统饮食 我们结合了我们欧美的无肤脂的蜂巢 然后将无肤脂的导入到米食文化之中 然后现在我们台湾也开发出了米面包米蛋糕 然后用了米制品的无肤脂食品 这种传统的无肤脂食应该被广为退广